哈喽大家好我是乖乌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国君搞什么 这个单元是靠北长官重点快报 是针对靠北长官投稿的内容 如果真实发生在部队 我的想法及建议 那也非常感谢东森新闻的采访 我连结放在上面 我要为基层部队发生的决心 永不改变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麻烦帮我按赞订阅并分享我的影片 谢谢大家 今天是9月21日星期一 我就只针对基隆后备指挥部 这个投稿来做说明 这个投稿者写的蛮多的总计7点 我想这个人应该也是有计划性的在记录 我们就来一一分析看看 第一单位国有财产账料不符 请问您陈处了谁 其实国有财产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洞 仗集资料非常混乱 我敢说国军没有一个营区的国有财产仗集的数字是正确的 国防部各军司令部各指挥部如果不相信可以去凸检 确实严格检查下我保证非常精彩 那为什么没有人想要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要耗费太多的时间 而且国有财产的仗集并不会造成什么样立即的伤害 扫一个内务柜会怎么样吗 好像也没有什么影响 所以账才会那么乱 那数字为什么会不正确呢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今天我觉得寝室很热 我想自己买一个立善 你会请后勤负责人帮你建立资讯仗集吗 你调职或者是退伍会把他带走吗 就是这样的便宜形式 所以各单位的仗集才会如此的混乱 那有没有解决的方式 其实也是有啦 不过要耗费一些人跟很长的时间而已 确实的清点 不足的购买 多余的除账 以达账料相符 那也的确在主官交接的时候 有实施军品清点 但是主官交接有几天 大概就二至三天吧 光是军械清点就要多久了 光是动员枪支清点 可能就要来个一到两天了吧 你说要把单位内所有的军品 在三天内清点完成 根本就不可能 就只能在移交清车上 直接盖章了 所以你说新调刃的主官 会对军品的状况很了解吗 根本不可能 也几乎没有主官会重视国有财产啦 不足的购买 用谁的钱购买 讲到钱 很多主官都选择 先这样吧 所以有关于国有财产帐级的问题 建议高师单位 长痛不如短痛 就在拟任内把这件事解决吧 诚实彻底进行清点建帐作业 第二 这部影片有提到这个 可以点击上面的连结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施焉案 没错 既大过都可以升将军了 那么大的陈楚 那么严重的尾施 都不用管制的 只要是长官的人马 人人都可以升官就对了 所以国军 你不要说为什么每次都有人民 或者是基层部队人员误会你 因为你做出来的人事 就是那么肮脏啊 你看看有多少留美回来的重点培育人员 管制疫情一到 马上退伍 我在军中担任人事相关人员 也十几年了 我看透你了 你少在那边说什么公平清高 去吃食吧 另外单位酒驾同仁上班吃冰囊 喝酒偷睡觉 指挥官都不管 想必这个指挥官 应该是到后辈指挥部 很长的一段时间了吧 我觉得是超过十年啦 都忘记忠诚军风是什么了 这种情形有什么好说的 照样惩处啊 太厨人员又怎么样 你怕他啊 怕他捅你啊 那你也真的很没有用 你还跟我一样是临阵当先的 你连这种人都处置不了 要靠你打仗 你就没有手段去处理这种人吗 不能减数吗 不能罚薪吗 我跟你说 我罚薪过不少人哦 你当到了一个上校的主官 既然那么没有担当 要被太厨的人拖着鼻子走 你丢不丢脸啊 你到底行不行啊 不行的话赶快离开 主官这个位置不适合你 第三指挥部一直强调 资源口罩生产 不得跟工厂拿口罩 基隆指挥官为了招募业绩 拿口罩给招募站 其实后备指挥部 针对口罩的生产及制作 花费相当大的心力 我们国人都非常的感谢 但是就是有少数不孝的干部 抓住这个机会 从事非法的行为 台北市后备指挥部爆发了 中校及上市偷口罩的事件 我连结放在上面 还有非常多的事件哦 只是还没被爆料出来而已哦 后备指挥部为了制作口罩 真的发生了很多事 那我不是一个爆料者 我只是一个针对问题 提出我想法的人 我只能说后备指挥部 要好好掌握各县市后备指挥部 以防爆料事件再生 那这个基隆指挥官 有没有可能去跟口罩工厂 拿口罩去做人情呢 这个是绝对有可能的啦 为什么呢 因为我派了现役及备役的人员 到你的工厂做口罩 生产完毕的口罩 你拿去卖钱 也没有给我支援的人员工资 那我跟你要一些口罩 也不为过吧 我想口罩工厂的老板 应该也会很乐意 把一些少量的口罩给你 我比较纳闷的是 招募站有上级配发给他们口罩 关你基隆后备指挥部什么事 要跟人家拿一些招募术吗 你这个指挥官也真的很没有志气 你自己有招募员 你还有七个区的辅导中心 你会怕招募术未达目标吗 还是你完全不会利用辅导中心组织的功能 还是你根本就不敢要求辅导中心协助达成招募赋议数 第四 单位未按编制用人挖东墙补西墙 夫妻同在服务台上班 少校跟中士夫妻同在单位公司不分 有关未按编制用人的部分 后辈大部分都是长官 生怕新进或新调任的人员对业务不熟悉 适时的调整业务 这样的原因应该比较多啦 在入军比较不常见 因为官科金管比较严格 应该是后辈的长官人都很好吧 或是后辈的长官都怕出事吧 通常是领导职调任幕僚职 真的就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来适应 那适应不了的话就调整业务吧 后辈的长官人真好 这种事在入军是不可能发生的 什么叫业务接不起来就去接爽的业务 都是按编制用人的啦 不会发生这种事的 如果后辈的长官觉得编装有问题 就跟编装或计划部门反应啊 修订新的编装 以符合基层部队的需求 至于夫妻可不可以在同一个单位 同一个办公室 最近在国军的各单位 都有人疯狂的讨论这个话题 国军是没有相关规定说不行 但公务人员任用法第26条 是有规定直属长官应回避 如果国军人员算是广义的公务员的话 或许可以以26条办理 如果没有直属关系的话 我是觉得没差吧 也有同一个单位夫妻表现很好的啊 第五 某中卫当初到部接任后勤官 因适应不良改派任至留守科 后辈的长官真的人好好哦 真是羡慕 适应不良就可以接任其他的业务 那后勤官不就一年要换12个人 后勤官的业务非常的繁重 每个人都说适应不良的话 那就指挥官你自己当后勤官好了 不是说不行就换业务 你这样换下去不是办法吧 应该请科长多多指导跟辅导吧 军中的各项事务都没有什么技巧 就是经验的累积跟不断的练习而已 自己对业务不熟就练习到晚一点嘛 总有一天你会很熟悉的 指挥官你有没有想一想 当你在当好人的时候 间接也让他练习的机会变少了 有一天他肯定会恨你的 像我现在最感谢的一个人 就是当时对我最机车的人 因为有他才有现在的我 按编制用人吧 不要说换就换 第六讲点不公 照顾自己的联络士 因为他要载你跑行程 为何唯独联络士 不用执勤假日勤务 我先讲一下执勤的部分 全国军就只有一种人 不用执勤也不用留守 那就是各单位的士官督导长 是依据士官督导长管理规范所明定 所以其他人不管是平日或是假日 都要依规定依轮续执勤 没有那种不用执勤假日的啦 指挥官你的依据是什么 依据他每日载你跑行程的出车记录吗 这完全说不过去嘛 他联络士载你跑行程 那是他的工作啊 他们因为这样而不用执勤 肯定迟早会被反应的 因为根本不公平嘛 那你指挥官下达这个命令 参谋主任都没意见哦 事官督导长都没意见哦 还是你们都有跟指挥官建议魏绍要公正 但是指挥官不采纳 有建议最好 没建议就是你们两个失职 魏绍的部分没有什么可以商量的 就只有事官督导长可以不用执勤 其他人员都要纳入轮序 按表实施轮值 至于讲点的部分 因为我不知道指挥官拿走了多少主官空点 那再加上他的主官加配点 要灌报几个人 我想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啦 那的确指挥官是可以这样做点数的分配 没错 只是说到底有没有那么优秀 得到那么多的点数 就见仁见智了 以上是9月21日的靠北长官重点快报 希望大家会喜欢 如果大家对国军基层各项事物 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 我会尽力为大家解答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麻烦帮我按赞订阅 并分享我的影片 谢谢大家 欢迎订阅以上 của我们 ja 你说了 你 问是